大家好,我是Peter 今天我來到我住的城市 Missasaka市,加拿大 一個很舊的商場 這個商場大部份都是印度人的 但幸好它旁邊 看到剛剛落成了一種新的大廈呢? 希望可以將這個區更加 怎麼說呢? 現代化一點 好一點 在他旁邊 有一個建了三十年的中小型的門 裡面的租戶全部都是印度人 這是一個很舊很舊很舊的區 所以剛才我說他旁邊 建了一間新的 比較現代化 還有更漂亮的公園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希望逐步將我們方便得更加好 問你服務 在這裡竟然開了一間新的日本餐廳 我現在有點肚餓 你現在三點鐘來試試 但不知道是不是正式日本餐廳 你試過才知道 名字叫做H&D Sousi 又是混合很多食物 混合很多食物 就是有很多其他菜式 就像華人式和泰國式的食物 因為是三點鐘的時間 所以全餐廳只有我 還有另外一個人在這裡 就是客人 看完這個菜式 我更加肯定 就是一個剛才所說很混合的 就是Fusion的日本餐廳 在過去二十多三年 在北美洲很流行 就是混合了日本 又有西式華人的食物 又有泰國的食物 又有中國的食物 你服務 這間餐廳裡 就給我一看 真的 因為我不吃Sousi 我永遠都不叫 我叫了一個日本食的炒飯 豬扒炒飯 看看怎樣 下次再試試另一個餐 就是炒飯 即是Tampura 蝦 還有Scarlop 還有蔬菜 但因為裡面有炒三文魚 所以我不喜歡吃三文魚 所以今天沒有叫 本來我想叫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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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時不信心 還要去香港人 因為很難說 那些食物來了 先給大家看看 我叫這個午餐12.9毫半 因為很多朋友問我 網友問我多少錢 我便記住 12.9毫半 未計稅未計小費 他們就包一個日本的湯 沙律 很難說 有很多餐廳都會給你 因為你叫其他飲料 剛剛試了日本的湯 這裡已經差不多了 但是它不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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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這裡就是 我想要用二成的粉 沖出來 加一些西米 和豆腐 等等 喝完湯 我先嘗嘗沙律 沙律 反而給我感覺 好過它的湯 它的湯唯一的大廚 就是什麼呢 不夠熱 是湯的最大的肌 沙律反而挺新鮮的 我先嘗嘗沙律 我先嘗嘗沙律 一試之下 我沙律的味道做得非常好 一間很別致的 東南亞式餐廳 是日本以為主的 我想它是壞人經營的 沒有所謂 因為它是Fusion 尤其是我沒有吃魚生 所以又嘗嘗這個 日本食的炸豬扒炒飯 下次切上那個 Tampura Assorted 有帶子 有五絲 應該不錯的 但今天我不喜歡吃 沙律 有些在裡面也不喜歡吃 所以沒有叫做 先試這個 下次再試 特地選一個窗口位 旁邊就是身體的大廈 剛剛入火了 沒多久 如果做得很快 應該可以找到很多新的客人 在這間大廈裡面 有一個壁畫 這裡就是它的裝飾 不錯 不錯 挺寬敞 氣溫也做得不錯 這裡有個桌子 挺好的 有舒適巴在那裡 旁邊有一張桌子 有ATM機器 我叫它FUSION 日本式的炸豬扒炒飯 正好 上面有些蛋 有些蔥 和MUSHROOM 都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好像在加拿大所有的餐廳一樣 外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我坐到這裡 進來這麼久 只有我和外國的外婆在這裡 是客人 但已經有幾份外賣單 送了出去 這是好事 像現在這樣 是青狼不折旗的時間 又不是午餐過了 午餐又未到 午餐又未到 下午茶又未到的時間 這樣也不錯 很開心 發現到一間新的 FUSION式的餐廳 如果你來 因為我未試過去SUSI 所以我不敢去判斷 但是 她的餐廳是華人開的 SUSI 不知道成績是怎樣的 但我上去其他FUSION的餐廳 像這些就OK了 Party Tray 是很受人認的 在加拿大 好像有時候我去外國朋友的家 他們開Party 想吃東西 我都會訂一個日本的SUSI SUSI 那些Tray 外國人很喜歡吃的 我試吃了豬扒飯 帶點甜 這都OK了 因為豬扒飯 最後淋了雞蛋一起煎 所以沒那麼脆 但OK了 我很喜歡吃豬扒飯 我從小到大都吃豬扒飯 真的一樓 不過現在當然少見少了 說起來 我下次也要去幫忙 待會在丹湯、波蘭城 波蘭城 三年都沒去過 希望現在還在 我叫的就是58號 拿豬扒飯 但是又有泰國的Curry Chicken Curry 又有Bento Box 又有中國式的炒飯 你看看 份量真的很多很多 很多飯 我都吃不完 不過那些飯 我是不會吃的 我都吃了一些豬扒 好像我所說 在這個這麼舊的店裡 建一間新的餐廳 都有一種新的感受 是好事來的 挺乾淨 挺清涼 坐在那裡舒舒服服 又不會迫到你死死去 剛剛餐廳的小姐 這麼早就跟我說 她說 她們是剛剛清開的 我說 真的給我顧好 開了一個月而已 因為我以前經過這裡 沒見過 所以我今天見到 一定進來試試 OK 那些價錢好十位 數量有很多 12.9毫多的Line Special 包括湯 包括沙律 包括餐廳 包括餐廳 真的比你去吃那些 飯餐店的 漢堡包 炸雞 等等 但因為Fusion 不是直接進去開 所以你千萬不要用日本的口味來比較 一定要用Fusion風格來比較 現在嚴格來說 應該是夏天尾初秋 但是 很多時候還是很熱很熱 只是一早 一晚 或者偶然中間 有些時候很冷 所以 都是很難穿衣服的時候 很容易傷風 因為 穿得太厚 又焗到你鼻 真的不夠 又突然會冷到你感冒 所以大家要小心 但是 秋天的加拿大很漂亮 如果你有機會來旅行 秋天也是個好時候 我覺得7月 尾 8月 9月 10月初 都是最漂亮的 加拿大的時候 春天也很漂亮 不過如果春天不會太冷的話 因為春天還是很冷下 7月中 8月 9月 10月 有些是十月底才有的 你自己上網查一下 一年容易有秋天 讓你復眉 時間過得很快很快 好 我吃完了 多謝你收看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視頻 可以按讚 有問題問我 我一定會回覆 如果可以 分享給你朋友 訂閱 一定是不用錢的 另外 我有1,700個影片 你有時間去我的目錄 Created Playlist 看 一定有些你會很喜歡 就算好像一個人做廚客飯 都有差不多五百幾六百個影片 好像我所說 我不是一個飲食專家 我只不過記得我自己出去吃東西的片段 以我個人的口味和感覺告訴大家 所以未必是反映到現實 只是因為有個洋的口味 但一須不重亦不願意 多謝你們的收看 下次見 吃完就走進來 對面這間 剛才說中小營的印度人商場 其實裏面也有幾間 華人開的 報仗的地方 報稅 有 非法 也有一間是華人的 裏面有一個 有越南的東西 和韓國的 大部份都是印度的 和那些 中東的東西 她的食物店 乾淨了很多 我以前進來的 很適合 看看 原來是請了一個白人的女人 來清潔 我看到她一邊清潔 真的乾淨很多 真的有很大分別 是不同的 很多很多非法婆婆 都是泰文中東人和印度人 開的 還有一些小型的電腦 知而且類的東西 改衣服 那些 我現在來想 不吃沙卡 另外一位 摩哥那裏 今天所有的東西 都辦不完 現在 會再去另一個摩哥 買我喜歡吃的零食 因為很久沒有吃糖 和開心果 今天一定會去買一些零食 那 好 到時見 我現在來到另一個購物中心 就要買我想吃的糖 和開心果 剛才那個購物中心 也有開心果 但是質素 沒有這裏 那裏 那麼好 而且又沒有我想吃的糖 所以來這裡買 走開又說 這兩種植物 很受人歡迎 我見到很多家家戶戶 都有種這些 這些好像蜜 但我又不認識這些 不知道大家知道是什麼東西 如果我知道的話 請你留言告訴我 它沒有花的 就好像那些草蜜 那樣的 我後面是一間 氣染室 大約兩年 那旁邊就被人送我 就很慌 那我就要去買我的糖 和開食物 那去氣染旁邊 就是一間 那些被人玩 去打遊戲的遊戲中心 嘩 今天我買了很多零食 除了那包糖 還有幾樣東西 我開心過買一大包 其實真的非常喜歡 尤其是我剛玩喉嚨 氣絲好一點 不過不要緊 還有四個星期才唱歌 應該沒問題的 好了 感謝大家收看 你的身體健康晚說 也記得按LIKE 留言分享 訂閱 訂閱 不用錢的 下次見 謝謝